王思聪当中吐槽杨子相貌 张艺山一句话瞬间打脸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 王思聪曾经开玩笑一样的 吐槽杨子长得很丑 当时的杨子名气并不是很大 不过听到王思聪这样说 他还是怒气回对道 对 兄弟长得好看 而旁边坐着的 张艺山也不甘示录 虽然此时 他和杨子两个人的身家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王思聪十分之一多 但他仍然站出来 维护了杨子明却表示 你眼瞎 这一句话 让王思聪瞬间闭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可能是没有想到 面前的两个小孩 竟然敢如此地回对自己 而张艺山和杨子二人 也的确算得上是真正的好人 在娱乐圈这样一个 充满了利益和浮华的圈子里 杨子对张艺山的好 可谓是不跨任何流言非语 之前就有过少人质疑 两个人是不是存在着爱情 不过杨子却直接否认了此事 但在张艺山 一丝劈队抛弃宋言非的非语 可能满天非之时 仍然是杨子霸气地站了出来 他明明知道 自己在此时为好友张艺山发声 肯定会引起众多的争议 但他还是利用自己的生日 让张艺山堂堂正正地 站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件事情 让杨子短时间内 受到了不少的非议 而张艺山 也情真一些地写了篇小作文 真心地感谢杨子不离不弃 其实当年在杨子最艰难的时候 也一直是张艺山陪伴着他 在所有人都说 杨子是一个无限小明星的时候 张艺山仍然经常和杨子进行互斗 有了女朋友以后 杨子也会刻意地避嫌 生怕张艺山的小女友误会 两个人的友情 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质疑 张艺山和杨子两个人 关系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真正的友情不会持续这么多年 而且男生和女生之间 又怎么可能有真正毫无芥蒂的友谊呢 不过是因为落花有于游水无情而已 也有网友认为 张艺山和杨子二人应该是关系真的好 两个人的相处就像是兄妹一样 杨子在成名以后没有忘记张艺山 而张艺山也曾经在杨子最艰难的时候 陪伴在她的身旁 两个人的友情不然杂任何的利益和其他关系 大家认为杨子和张艺山 真的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